你这个鞭子 皇上 这酒有毒 不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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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公公 太皇太后 为何要赐毒酒给我们 咱家也没有办法 事到如今 我就让你们做个明白鬼吧 多怪你们的运气不好 看到了不该看的场面 李公公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还请您 帮我们向太皇太后求个情 饶了我们大家吧 咱家没有这个面子 更没有这个胆子 这太皇太后的意志 既然已经搬下来了 谁都救不了你们了 这毒酒 你们喝也得喝 不喝 也得喝 哎呀 喝 我喝 你 你 我喝 咱家 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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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喝 重要的话我跟你说 李公公 我知道你和我们一样 都服过大不完 都是我白白在宫里的棋子 今天 你若不救我和这些宫人 那么你的秘密 我也不会再替你保守了 为什么不回答这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如果我说实话 我怕你不开心不给我解药 但是如果我骗你的话 那就是犯了弃军大罪 你就照实了说 朕答应你 不论如何 都会救你的哥哥和那些宫人 真的 天子之语 惊口欲言 不碍 这两个字说得真干脆 我丝毫不顾及朕的感受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皇上是这个天下 最不值得女人爱的人 可是作为老大 可是作为老大 也许我会爱上 结拜小弟龙三 但是作为奴婢 我永远都不可能爱上皇上 那你扩着 你不不仅人恨 那 我不仅人恨 你不仅人恨 我仅人恨 你不仅人恨 你不仅人恨 你的福 想不到你要杀我面孔 好 快追 快追啊 站住 快 李太医 你杀了我 你也活不了 李得福 你别以为杀了我 就没有人知道 你是傲拜的内奸了 你别忘了 我还有我妹妹一婚 我若是死了 她绝对不会放过你 李太医 你 你我都是同乡有同性 我本来是想照顾你的 可是太皇太后这意志一下来 我们这些做奴才的 除了照办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救了皇上的性命 又助皇上擒拿奥拜立下大功 太皇太后怎么可能 不分青红皂白 就要置我于此地 都怪你那个妹妹啊 仗着皇上对她的宠爱 她就无法无天 我在这宫里 都已经几十年了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哪个宫人敢打皇上的 义欢呢 现在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太皇太后 不会放过她 李太医 你先把我放了 继续替我保守秘密 让我去向太皇太后求情 我尽量求情 你看怎么样 那那些宫人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咱们都泥菩萨过河 子身难保 哪还有闲心顾忌他们啊 不行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 这么多无辜的人扫命 我要见皇上 hm 滚 波 來 呀 呀 呀 啊 inst 皇上 威臣参见皇上 平身吧 李太医 朕设你无罪 你现在马上和索卧图 去解救那些中毒的工人 威臣遵旨 这 快 李的福 这钗是你办得可真是用心啊 皇上恕罪 师叔姑娘 老奴也是师叔姑娘 师叔无奈 师叔姑娘您大人大量 不要记恨老奴啊 中堂大人 公公有礼了 公众一切可好 中堂大人 您放心吧 一切尽在中堂大人的掌控之中 皇上好骂 皇上现在还是每天跟一些小伙伴们摔跤玩耍 无心朝政 他那都是故意做给老夫看的吧 当年顺之爷 林中脱钩的景象 老夫是历历在乎 不过如今皇上吃苦硬了 不把我等老臣看在眼里了 是时候给他点教训了 那中堂大人 您的意思是 每日给皇上以重不要吧 好 接着看着他喝下去 懂了吗 都猜得 都猜得 您 您是如何知道的 公公 我这口气练得还不错吧 原来 原来那晚您也在马车上 那您是如何知道是我 公公啊 虽然您那天行事谨慎 戴着黑纱 我看不清您长什么样子 但是 我看到了您耳朵后面那颗屋子 所以 我还是认出的是公公您 李一欢 太皇太后果然说得没错 你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小丫头 可是李公公啊 这太皇太后也看错了您啊 您也不是一个忠心的奴才啊 你到底想怎么样 李公公 您知道的 我这个人啊 是不会害别人的 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 害人的人 所以 只要您不对我们兄妹两个 起什么担心 那我们 自然不会对您怎么样 但如果 您的心里 对我们兄妹两个 好 好 皇上 等等我 弄小弟 谢谢你啊 其实就算你不求我 我也要救那些工人们 虽然这会让太皇太后特不高兴 但是朕已经秦下了傲白 真正亲者 朕必须坚持其前 不过 这个李公公实在是太讨厌了 向太皇太后高密的人肯定是他 这个朕怎么会不知道呢 但是李德福十岁就进宫了 侍奉过三代君王 太皇太后对他十分宠信 打朕小的时候啊 就是由他把朕内一举一动 汇报给太皇太后 这已经是惯例了 就算朕有不满 也无可奈何呀 没想到皇上 也有这么多的无可奈何啊 咱们皇上无奈的事情多着呢 对了 大补安那解药 你搜到了吗 我哥哥还没有完全地研制出来 估计这个傲白 是想彻底让我和哥哥 给他陪葬呢 那怎么办 这傲白虽然已经亲相 但他毕竟是三朝元老 他的一生功果十分复杂 朕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置他呢 而且他的性子十分解药 无论如何 他都不肯交出大不完的解药 龙小弟 我是你老大 自古啊 吉人自有天相 没问题的话 朕真的是没用啊 连你都保护不好 龙小弟 你可千万不要对我这么好 不然我会愧疚的 都快点 把药给我灌下去 慢点 把药赶快灌下去 快点 赶紧的 把嘴敲开 给我喂下去了 快 皇上 不必多礼 先救人吧 快救人 皇上 我已经安排他们 把药得给灌下去了 那他们是不是得救了 药已经喂下去了 命是保住了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 这酒毒性实在太厉了 纵然服下解药 毒素也早已侵害了他们的咽喉 从今以后 他们再也不能说话了 江嘴 你是说 他们以后 都是哑巴了 是我害了你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们 李德福啊 连这点事你都办不好 你真是不中用啊你 太皇太后您息怒 奴才跟纳塞 正要把事情办好的时候 皇上跟李欢突然来了 皇上让奴才放人救人 奴才哪敢不遵从啊 皇上是中了李怡欢的毒了 中毒不遣哪 这样吧 你把这个李怡欢给我叫过来 谨遵太皇太后义旨 冬小弟 没想到我冲动打了你一巴掌 居然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 朕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在朕的心中 一个好皇帝 与其让臣民们畏惧 不如让臣民们静安 难怪人们都说半军如半虎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说 你是全天下最不值得 女人爱的男人了吧 李怡欢 朕知道 这件事情在你心里 一定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你更不可能会暗上朕了 也许 这皇宫确实不适合你 你应该出宫去 去嫁给你那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